我很多时候买电子产品不是买来用的 而是只是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比如我手里这个鼠标 居然有大小盒 我是看我朋友买的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买错 所以也买了一个型号 不知道完全对这个品牌完全没有认知 叫做ATK裂空X1 Ultra 价格是300多块钱 我很喜欢这些外设产品 但是我只用罗技的G502无线版 有一大一小两个包装 这应该是鼠标 这应该是接收器 但8K是什么意思呢 是速率频段 我不懂啊 这里没个盒子 乖乖的拿出来以后 有点像吸血鬼的盒子 我试过了打不开 它就是一个接收器的样子 应该就是包装盒的样子 这边有磁铁可以吸在上面 这边也有泡沫 鼠标的本体 有日文韩文 难道是日韩的品牌 这是罗技的就很讨厌 它是microUSB 而且必须这种T型的罗技的线 才能给它插的充电 这个鼠标就直接就是C口了 好轻啊 轻肉无物 有点像以前微软的鼠标 有没有声音不干净 有点弹簧的声音 你们听 罗技这个就是咔哒咔哒 但是超级轻超级轻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太轻的手感 隐约可以看到off2.4蓝牙就BT 这么轻的鼠标 难道有这么多功能吗 它非常轻非常轻非常轻 鼠标大小 我的卧室是刚刚好好的 看到没有 刚刚好50克 当中没有重量 130克 够意思吧 我就喜欢这种重量 再给你们一个参照5G502X 放着100克 好多人用这个垃圾鼠标 应该知道重量 我放着100克 雷蛇的V3 Pro 这个非常接近G502的手感 但是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110克 所以这个鼠标真的非常轻 非常轻 侧键段落感是非常明显的 明确的 滚轮略有阻尼感 少许的段落感 浑浊的谈不上 反正有一点点阻尼感 它这条线非常软 非常软 还带一个磁环 但两边都是A口 现场大约是1米75 因为它不够身高没凉 它这条线也有C口 可以插在这个位置 还松了脚贴 这是我们20年前的玩法了 接收器有RGB的光效 它接收就配对 是同时按三个键完成配对 你需要下载 它的软件去完成配对 软件里面有好些功能 比如说看到它的电量设置 然后配对固件 然后DPI等等等等 刚刚玩坦克世界连书两把用这个鼠标 不能说鼠标不好 而是我水平太菜 感受它比G502的鼠标的左右 键率多那么一点点的力度 形成和声音也多了 那么一点点 比G502的滚轮呢 也多了那么一点点浑浊感 就它到位了以后 你觉得它是稍微模糊的感觉 侧键呢 我只能说我用G502用的太多了 这个我不太能够适应它 不能说它好不好 只是说我不能适应它 然后我每天用EXI表 非常多G502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 左右波就它是可以做到 EXI表横向的滚动很棒 这个没有 鼠标非常主观 我只能说我不喜欢 也许你喜欢 那没问题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轻 有人喜欢轻的那没问题 我来看一下触发 一瞬间的话 应该是在0.3的样子 0.03 它其实0.03也是0.03左右 所以像这种仪器根本就测不出来 现在这种轻量化的路 是不是走的有点斜了 一家之洋 反正我的主观感受 你们自己判断